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张勇则满眼迷茫,张勇用四个月时间将淘宝商城带入正轨,恢复了士气,只还差一个市场爆点,为了制造这个爆点,他决定在十一后,圣诞节前搞一次促销活动,具体日期则定在十一月十一日,之所以定在这一天,是因为张勇的生日是一月十一日,他对四个腰有一种特殊偏好,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偶然的决定后来竟塑造了一种。 一个国家级购物狂欢节,甚至正在向全球蔓延,买买买,全名购物狂欢节,双十一进入倒计时,弹窗广告越来越频繁,人们都在忙着往购物车里填东西,当然最忙的还是各大电商,天猫,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网易严选,考拉海购,亚马逊,唯品会,巨美优品,蘑菇街,美丽说等,都推出了自己的双十一, 其中京东行动的最早,早在10月18日,京东就召开了双十一媒体沟通会,比阿里还早两天,京东今年推出的主题是品质购物合理性消费,尤其强调好物低价,并且京东的双十一不是一天,而是一个区间,从10月26日到11月12日,堪称购物季。 此外,由于沃尔玛已成为京东持股10.8%的大股东,所以沃尔玛旗下的山姆会员店和全球旗舰店也参加了京东双十一活动,当然双十一的主角还是阿里,毕竟他是亲妈,而且体量最大, 全球化方面,阿里今年邀请到众多第一次参与双十一的国际大牌,包括Burberry,马沙拉蒂,苹果,上海迪士尼和维多利亚的秘密,与此同时,美国社交媒体Twitter,Facebook和Linked的信息显示, 欧勒B,博朗,法国的乐兹城堡,喜达乌旗下的圣瑞级酒店等也会参加双十一,除了将国际品牌引进国内,阿里还在尝试帮助中国品牌把产品卖到内地以外, 第一批试点地区包括香港和台湾,比全球化更出彩的是娱乐化,其中最耀眼的当然是双十一晚会, 该晚会去年的导演是冯小刚,而今年,为配合国际化战略,则启用了第88届奥斯卡颁奖晚会的制作人大卫,希尔, 与大卫,希尔一道而来的还包括美国水国姐凯蒂,佩莉,KT Perry,美剧破产姐妹花里的富家女卡洛琳, 世界杯金靴得主托马斯,穆勒,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以及国际人气乐队OneRepublic等国际巨星,阿里称,将要打造晚会史上最强国际明星阵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嘉宾中的水国姐KT Perry还是今年晚会的全球推广大使, 这个水国姐可不一般,她是一个美国甜心式的当红歌手,其Twitter粉丝接近一亿人, 除了国际巨星,阿里还请了不少国内大牌,包括林志玲,李宇春,邓紫棋, TF Boys,SNH48,薛芝谦,大张伟,华晨宇,贾乃亮,宋茜,岳云鹏等, 主持人则是备受观众喜爱的华少,整场晚会将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 其中电视播出平台为打造了中国好声音的浙江卫视, 网络播出平台则为国内的优酷土豆和天猫磨合,以及国外的YouTube, 作为双十一的发明人,如今已成为阿里集团CEO的张勇说, 双十一走到今天已经远远超越购物甚至消费的概念, 消费购物已经进入全娱乐,内容化的时代,意外成为逍遥子, 对于张勇而言,创办天猫及双十一,乃至加入阿里都是一个意外, 张勇是上海人,出生于1972年,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 毕业后进入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 并在那里工作了七年,2002年,安达信因卷入安然事件而倒调, 张勇则转入接手安达信部分团队的普华勇道, 那是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另一家, 张勇则在那里干了三年,2005年, 在新进中国首富陈天桥的邀请下, 张勇加入盛大网络,担任首席财务官CF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